來 我們現在看的是104學年度 高雄中學科學班 我們這個學科能力檢驗數學科的題目 那第一題難度不會很高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一個凸N邊形 它的所有內角形成一個等差 我們最愛等差了 對不對 A1知道 公差知道 什麼都知道 那現在N不知道 沒關係 他說最小角叫做116度 最大角叫做164 請問一下N是多少 各位這一題的話 我們用一個簡單國小就學過的T型公式 為什麼 上底就是第一項 下底就是最後一項 括號乘以高就是個數 不是N個角嗎 對不對 上底叫下底括號乘以高除以2 這就是我們等差極數的公式 那這個等差極數 簡單講你這樣算起來 就是所有的內角的這個乘等差角度的總和 那你直接可以用N邊形的公式 N邊形內角合叫做N-2乘以多少 乘以180 聽到這邊度數都沒寫了 所以我們直接就這樣子來寫 哇 這題就變超快的 對不對 因為這裡 164再加116 164再加116 叫280 280跟怎樣呢 2約掉 280跟2約掉 140 所以140個N 140N等於180N去扣掉360 移向一下吧 來移向移過去移過來 所以啊 360啊 就會等於多少呢 40個N啊 N等於多少呢 當然出於40啊 答案叫做9嘛 所以N馬上就求出來 第一小題 難度相當低 你一定可以搭得出來 我就對手打一招